哈喽大家好天太热了 我带你们去海岛溜达溜达吧 赶个海玩耍玩耍放松放松 我现在的位置是大连劈口港码头 咱们要去的岛屿是广路岛 现在船已经开了 这群海偶会一直跟着我们 因为不少人都在投喂食物 你说海偶们能抗拒了这种诱惑吗 大家看到的海偶叫黑尾鸥 海偶可都是国家保护栋物 不能吃可千万不要抓它 船开的越远海水也就越来越难 现在已经进入养殖区了 海面上布满了成串的钓笼 里面养的主要是扇贝和生蚝 这个岛屿就是广路岛 大连长海线最大的岛屿 岛上的渔民都带辛苦的劳作 这水是真轻啊 岛上有很多这种雅致的民宿 你看这小环境真乃世外桃源啊 其实这就是愚蠢的老房子 在房子的外面再扣一层罩子 别说这个设计室还是屁股上挂暖壶 有一定的水平 设计风格简约而不失时尚 中午老板给备了简单的五场 先垫吧垫吧 早上得提提下啊 大大水 一会咱们先老鱼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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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讲讲这你怎么一马 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 我地儿能吃 假设啊 我这摆一下摆一下 摆一下完了这块有个这个 看这摆的地方 这里面有那个胃 胃不能吃的 胃里面这这能吃吗 塞不能吃 哪哪是塞呀 塞一丝一丝对吧 这就是塞呀 塞完了那个啊 塞加线载掉 这这这这能吃吗 这能吃 这不能吃啊 里面里面把那个对 把这个消化线载掉啊 这把油的人吃啊 这个呗 对 连路低一点 啊 啊 不能吃 马里面里面还有个那个 那个就是你们懂是迷糊吗 那是海螺脑 是这样啊 俗上这不是啊 这交强 这这 哎呦地马 这就是他加强了 这跟就有的 嗯 对 这这这 这个呗 这就是死管 啊 这都标了呗 里面挤一挤 这里面还有啊 这挤一挤掉 看到没有皇家 那皇家就是那个 嗯 你们俗轮了好多脑 实际上这玩意叫拖鞋线 嗯 不用吃呗 还有 还挤 这挤 还有在这 哎呦我得挤 对 多吃多了 你以后就 这呢 有这个 这没事 这是吃食啊 这这能吃 这没有啥玩意的啊 这 你以后就没再多少啊 这裸定能吃啊 这这这还能吃的啊 对 这不是把吧吗 哪个把吧 把都没有把吧 对 这这能吃啊 能吃 能吃 啊 哎 我剩下就不要了 这是这是不要的呗 对 这是不要的呗 你拿脚吧 你拿脚吧 我都吃完了的 嗯 炸一口 能吃 脚盖也没拿呀 啊 还怎么 这这不能吃啊 脚盖也能咬动啊 哈哈哈 我现在脚不拿着我 这玩什么 那我这拿着它呀 我还能还能吃它呀 那没毛病 啊 这一会儿闷 对 这玩这个大口罩 哎 才爽 就是啊 哦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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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就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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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那个博主今天要求我们上岛陪他一集体验啊 哎呦 感谢 網路见面会 一直看着嘴目没有忌悟 是今天 能跟你一边出来太高兴了啊 哎 哎 玩得开心呢 啊 好 啊 一会儿 一会儿还有赶海呢 哎 咱跟你走啊 郭师傅 咱今天要没有胜利的果子 咱就白来了 一会儿带你们抓到 嗯 完了一会儿啊 咱们去赶个海啊 天也比较热啊 尽量赶吧 呃 据说能有八宝鱼啊 完了咱们看看能赶到多少啊 网上呢咱们就奢侈它 啊 出发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潮汐表啊 因为很多人呢他不会看啊 就这个赶海是必备的机能 如果你要是一遍听不明白的话 你就把视频收藏 首先我们看这里啊 燕利日期啊 因为潮汐啊是随着这个月球也利走的啊 所以说他一般标注的都是燕利 然后呢有个满潮和干潮满潮就是涨潮的最高点 干潮就是退潮的最低点 这么算 潮流情况呢 有这个大潮啊 小潮 完了有火讯和这个死讯 你要是干海的话 死讯你就这个日期就不能去了啊 因为它的水流很小 货你冲到岸边 至于看啊 看这个时间 说满潮 我们干海就不要看满潮时间了 满潮时间是钓鱼爱好者看的潮汐表 我们看的是干潮干海是看干潮 他有两个时间点 因为他一天有两遍潮啊 白天一回晚上一回 比如说4.09啊 4.09是上午的4.09分 这个是退潮最低点的时间段是4.09 那么我们在干海的时候呢就给提前 你要想玩的透的话就是提前一个半点到两个小时啊 就是边退边赶哎 达到4.09分就是枯潮底着啊 渔民的这个土话讲枯潮底着 这个时候呢 火就能够全出来了啊 然后呢 19.09分就是当天的第二遍潮啊 那么呢也是你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去玩就行了啊 钓鱼爱好者你就看这个涨潮时间了啊 这个是满潮的时候就是10点21分啊同样两个时间段 然后呢就是也是提前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哎你去钓鱼去啊 呃上鱼的时间一般就是满潮以后再退潮一个小时 那个阶段是最爱上鱼的时候啊 完了这个表啊 每个地域的潮汐表的时间都不一样 你们结合当地的这个潮汐表按照我这个给你们标注的这个时间点 哎你们去看海就一点问题没有啊 这潮退的啊 都是雾气啊 这又是一个大满潮 这有个海燕 正在吃神呢 胃囊都翻出来了 五角海燕不稀奇 一会看看能不能遇到六角七角的 这个玩意不能吃啊 呃大家可千万别吃 哎 这个叫石瓶也叫海巴结 是多把刚种的典型代表 是比较原始的贝类 打白鸽记就有这个玩意了 要用价值比较高是可以吃的 这块有个小海螺 海螺一般都在这种岩石缝啊 哎礁石的这个壁上 一般都会有啊 就是考验你们这个眼神能不能跟得上 你看这缝里面哎你不识其仇 你根本就看不着它 这个叫片钉子学名绣鳌螺 这个喝酒打牙记啊 非常好的一种小海鲜 发现了一个小盘开 这种盘开长不大 它的名字叫特异大拳蟹 估计很少人能知道 哎我去发现腊螺的老潮了 这些至少给七八斤呢 这一排一排的黄色颗粒 就是它下的卵 但是这种螺我不爱吃啊 不要了 一般像这种石头里 都会有四八爪鱼啊 一般的话差不多 哎你看到呗 哎八爪鱼窄的 这是天然的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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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真景八景野生八爪鱼啊 就是吃海面哎 这才叫哎呀哎呀哎呀啊 啊啊瘦了啊 看上这个来哎呀 比进啊漂亮吧 这是什么东西我现在不知道 我给它挖过来 我给它挖过来 没见过呀像海龟这 哎呀 哎呀 有有验人的 我这不验人啊 给你们看看 先手了再说吧 回去我眼里眼 哈 嘿嘿 发现了一个生灵 嗯 小鸦片鱼太小了 哎还是放生吧 啊 太小了 正在握沙的小花盖 被忽悠了原来是推的壳 这个透明的东西你们认识不 我问当地的老渔民他们都说俗称大鼻子 是一种折壳 像果冻似的没人吃 这有个六角海燕看见没 我发现了六个角的和七个角的 呃拔个角的我就没遇到过了 它里边突然间有个有一个死透的啊 你发现一下有可能就会有啊 不保准啊 再试试 像有海草的 它有资源物 往里面有缝 它就很容易出现 你看呗 你看 你看 啊 严生状态下就是这种状态啊 哎 你要不是严生状态下 它不可能是这么啪啪啪的 来过去 就在水里面游挖挖的老坏了 来 这火箭似的 咻 看 八爪 八爪去 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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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知道家里哪了 哎 这个就找到了 六月份是港海抓八爪鱼的黄金季节 六月份就开始暴暖了 他们从深海的这个冷水区啊 开始往岸边移动啊 因为岸边它脑糊嘛 所以说它把这个暖呢 都排在这个岸边 过了七月份八爪鱼就很少了 哎 哎 哎 这块小海森 不大点 哎 哎 哎 海森苗 太小了 这 它是野的啊 这属于 野还是 放了 嗯 放了 嗯 长潮到时候甩了鸡杆 但是溜太大了 没钓着什么鱼 就钓了三条小鱼 打到回府了 啊 我录下能行不 啊 那有点乱呢 你跟你不乱 给你上个镜 哈哈 就我上个镜 这招了 有啥上镜呢 大姨 哎呀 炒大白菜啊 咔咔咔香 哈哈哈哈 那随便吃饭吧 还可以再喝茶 也没啥小菜 网上随便吃点吧 啊 大虾三倍 排骨顿酸菜啊 这是炸的三白柚 这应该是龙许菜 拌的那个 咸的柚 鲍鱼 海参 黄海胆 炒的大白菜啊 完了这也是咱们刚才 嘎海点的小螺 哎 小螺 哎 我这又是这个 做不下了 和那两盆 和那两盆 和那两盆做的 啊 这就是晚餐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哎 还有菜的 还又来菜的 这是啥 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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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海边的撑着 就是这样就对了啊 就是 晚上吃这些 撒着啥的 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玩意了 自己劳动成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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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晚餐啊 我们的晚餐啊 我们的晚餐 撑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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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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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超好吃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最开心的是吃 海拔啊 吃成 同样 倒点辣椒 在什么轮 来 粉丝再吃 这玩好啊 海拔 海拔是个好东西 这菜特别有特色 这个菜 这个是现的龙虚菜啊 完了放点粉丝 哎 完了放点那个 显的肉啊 就是海边鱼架的地道的这个小饭餐 哎 特别歇流啊 也非常好吃 本次海岛之行就结束了 下次带你们去北方海钓圣地小浩岛 去钓大鱼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